現在我們就來關心心巴士班級 這間幼稚痕 無法到群自的感染 今天又增加五的人 有兩個幼稚跟三的媽媽 現在總共有十六的人 確診 無情空歷一百六十二的人 來採檢 荷里加債都是陰性 為了要來訪都到疫情來討開 現在確診的班級先來停庫十四天 附近五間的學校 也先以風性來停庫 當時經過風疫措施也來升級 這個隔壁館時 台北市也不敢代議 有三間的公立的誘地峰 以風性來停庫 相對這間應發到困住感染的誘地峰 不是竟然又變成案情班 市長侯友誼說這要發 先來罰款到二十萬 剛才這個新北市的教育局 再來補充 再來補充 說除了罰款二十萬之外 也命令來停領 這個誘地峰這間困住的感染 感染完到基因的定屬 明天會來公佈到結果 後期長說只要新北市有一個 印度變成本的獨特大塔 如果新北市餐廳來用 就全部來出銷 請說今天在學校裡面做小毒 邦教這間困住在暗時選擇 明天開始以風性天口三天 因為有一個人比較近 現在是政府在暗時緊急危機處理 後由他選擇共法二急境界 包括邦教区 沒有一間負審有電風天空14天 沒有一間國小專校 以風性天空三天 其他三間學校五個班 一個特劉中心以風性天空 白和當朝安永機構 禁止探視 白白和坐一個人 一位人數室來五十人 室外一百人 不過新北有電風 君主案又更大 除了這個十個師生以外 在今天又增加了兩位幼兒 三位家長 總共增加了五位 目前一個幼城風君主案 先當作Delta變成八度來比前 已經有1802人接種隔離 其中160人陰性 其他國內六色採檢 只要新北市有確診的Delta病毒 餐廳內用一定是消 要出君主案的班教 一間幼城風違法在暗時開安心班 沒有立案 新北市經濟二小法 當法二十萬 這間幼城風君主案 國家最重要的政界案例 到今天在中途之前 已經造成新北市 班教至少五間學校 四千三百二十七位學生天空